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這段影片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還有跟大家更新我最近人生中一些新的決定 新的計劃 就是呢,今天其實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天 我等一下就會check out,然後去機場 然後就離開了 是不是? 我怕我等一下用廣東話沒有辦法好好表達自己 所以我說普通話 好啦,港海中桿港,我們都會講廣東話 希望大家離開啦 這次離開香港其實就暫時性的不會再回來這邊常住 啊,講這句話我自己都覺得很不真實 我相信你們可能也不會到很驚訝說 啊,我要離開香港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知道人生嘛,總是會有不同的計劃 那我在香港其實待了五年多的時間 那如果你是從可能五年多之前開始看我的話 那就真的是跟我一起走過了我人生中 在香港我自己能夠說是最精華的這五年 你們也都看著 有沒有看著我長大的感覺 所以其實五年的時間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也足夠讓我覺得 這是一個對我來說是很有歸屬感的地方 我昨天才跟Kidling聊到 就是香港對我來說是除了 我說台灣是我的家之外 香港我會覺得是第二個家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為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這個地方 那我先簡單的講一下為什麼我要離開香港呢 有一些我人生中的一個checklist 有突然有這個機會出現在我前面 那我想了很久我也真的很想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決定要離開香港 所以我之後會轉換一個身份 但是繼續做創作者這樣 對,那至於詳細是什麼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細節還沒有落定 但是之後一定會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個機會 對,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工作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的工作是Kidling演嘛 那其實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就我能夠做到六年半的時間 其實我能說其實我是真心非常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我很喜歡跟創作者一起工作 我也很喜歡這份工作給我的成就感 那因為我是射手座 不是一個很安分的人 那其實做了這麼久 我已經覺得自己就是好Lag了 其實我也會在想 欸其實我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更進步的 或者是我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是我之前可能沒有發覺到的 就是我 這是我對我自己會有一種好奇 所以我會暫時性的放下做Kidling演這個身份 可以從Pressplay的Kidling演變成Pressplay的創作者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對,那可能很多人想說 那你幾個都還給你的演唱歌 你還給你的演唱歌 那這也是因為我自己知道做一個創作者 背後其實有非常多很TDS的東西 因為我有其他想要嘗試的東西 我自己接下來想要把時間 畫在可能生活的其他部分 那因為我觀眾其實大部分都是香港的觀眾 所以我應該算是一個香港的創作者吧 所以我就決定跟老闆講說 那不如我就是簽回Pressplay這樣子 接下來這一年是我給我自己的一個調試期 然後也很期待就是我作為一個 content creator的話 還有沒有什麼更多好玩的東西可以玩 譬如說想要花更多時間去做podcast啦 或是我的影片企劃會不會有些好玩的東西 想要去學新的語言 然後想要在不同的road體驗不一樣的經驗這樣子 但我同事也覺得現在其他同事其實也相對是有經驗的 蠻安心的 我蠻放心的 工作的話大概就會有這樣子的轉變 然後我想說很多人是不是以為Pressplay是我開的 但其實不是 我並不是老闆 我只是一個員工 好 再來呢就到一些香港的生活的回顧好了 因為我到現在其實也待了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那從一開始其實 講到話我還不是聽到嗎 不是講到嗎 去餐廳點餐的時候 整天還識得講 差出法 然後到現在有時候可能講電話的時候 會突然飆出一連串非常順暢的廣東話 我覺得就是這五年就是我還蠻驕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成功的pick up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還蠻難的語言這樣 我還記得我剛來香港的時候 我真的是什麼都不懂 我也不覺得自己就是來這邊當一個 那個hoi fun now 是怎麼樣一個概念 從一開始語言不同 文化差異 跟要建立一個就是新的office 過去這幾年的經驗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的成長是那個幅度是非常非常steep的 因為從一開始來可能 要establish一個new office 到開始 喔你要hire同事了 你要怎麼去manage跟maintain這些制度文化 再到可能業務上面 讓他了解一些業界的規矩啦 市場啦 講話的方式 那這些呢都是我可能邊做邊學 或是邊撞牆邊學 我也做了很多很蠢的事情 或是做錯很多事情 我甚至有讓公司虧錢過 至少我覺得我們老闆一直有給我犯錯的機會 或是有給我一些學習的空間 那我老實說我自己是非常感恩 所以我覺得我在外面可能像不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讓我去能夠在短時間裡面 這麼快速的成長 或者是能夠嘗試到這麼多的事情 後來又碰到社會運動啊 疫情啊 就是這些關卡 我覺得我好像 跟著香港人一起體驗了一段很 特別的時期 我覺得我也看到香港人 有很熱情的一面 然後也有很多很善良很溫暖的人 我是就是打從心底這樣子覺得 有時候晚上就去看看夜景啊 然後週末假日有時候去喝個咖啡 平常吃吃人送飯 吃吃湯仔 這些只有在香港才能體驗到的東西 已經變成了我的日常的一部分 但是也因為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我覺得我過得有點太安逸 然後這也是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決定給自己多一個挑戰 就是走出去嘗試不同東西的原因 我其實很早就已經知道說 我會有這個move 可是真的到了這一天 又想哭 又想哭了 真的到了這一天其實 還是很捨不得 那我也不是說之後就不會再回來香港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個城市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之後有什麼機會 其實再回來也不是不行 未來的事情很難說 但是我覺得現在跳出這個舒適權是 對我這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 跟必須的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現在更需要的是一點自我突破吧 其實你說要開啟一個新的篇章會不會害怕 一定會 而且是超怕 就是我也會擔心說 啊我接下來沒有了一份正職的工作 或者是我要開始做freelance這件事情 讓我很焦慮 或者是說我也不知道我們能夠適應新的生活 很多很多的不確定性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是一個 very very exciting opportunity 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share 這幾個月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開始慢慢在打包 然後家裡開始每一區開始慢慢慢慢都清掉了 我是邊清邊覺得真的很不真實 說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我真的要走了嗎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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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今天真的就是 It's the day 今天就是這一天啦 我現在面前是整個 香港的海景 我今天特地想說我最後一天要做一個 好一點的酒店 所以我就就是 book了一個海景房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Yeah 接下來就會變成一個freelance了 就是大家如果 欸我的那個新的聯繫 方式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雖然說有點cringe 但還是想要 借這個機會謝謝一下 人們 Gazella Boris啦 就是在我一開始廣東話真的很差的時候 他們還願意相信這樣子一個 剛剛起步的我 然後跟我走了這段時間 然後像是Kidlin啦 真的也是變成我真的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也是聽到我接下來規劃的時候 他們比我還要更為我開心 這是我自己覺得很感動的一點 所有以前就是TP的同事 其實到現在 我都覺得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其實我可能沒有辦法 做到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所有工作上面的同事 或是朋友是會讓我覺得 我在香港沒有那麼孤單 然後我真的不會表達 但是我就是很感謝 然後當然還有像是 Janson啦 Vanessa 然後Bill這些我從大學 就認識的朋友 在香港的台灣朋友啦 就是在生活真的方方面面 真的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貴人 我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哇 慢慢的感謝 我的感謝之情 已經有沒有溢出這個屏幕裡面了 也是蠻想謝謝這幾年的我自己 在香港 這麼努力的工作 這麼努力的生活 大家在一個小時我就要出發去機場了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謝謝在螢幕前面的你們 其實也跟著我一起經歷了很多我在香港的 很多大的事情 包含可能來香港啦 然後我們辦了兩次的洗澡啦 然後我會求婚啦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發生在香港 所以我說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 在我人生中意義很重大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是真的很喜歡這裡 雖然說我暫時性的離開香港這個地方 沒有在這邊搶住 但是我應該 因為工作的關係還是會 來來回回這樣子飛 應該不會到完完全全就是 啊 香港我不會再回來了 這種也不是 就只是說 暫時性可能不會再看到 我在香港的獨居Vlog alone 大概先這樣子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Peace all home come 也就諷聘人 只要是兩種都會耐震 就是一種都是 你懂得療傷金 你不懂得真愛 你聽到你的心經歷 就知道真愛 你亂會發生 你懂得得不好 所以痛苦 你能夠再生筏 能稍來 每次都想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